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所以大家要今晚繼續出席我們的禮拜 謝謝大家 歡迎來到這次的禮拜 我們每次見面的時候 會感覺這樣的一個見面也不容易 所以每次見面的時候 會反光我們自己的心 我們先看心的本質如何 我們要怎樣展開我們的人生 所以你們說你來這邊很不容易 能夠坐在普段慢慢地吸 慢慢呼也不簡單 會不會坐在床上 慢慢地吸收 然後禪師出現在我們的禪修方便不容易 這是每個人的福報跟好的業力 不是後來的 那麼禪師不用講話就足夠了 站住在那邊 Zen Master doesn't need to talk 他的名字叫做大的光 他的名字叫做大的光 他坐在這邊我就感覺到有光 他坐在這邊我就感覺到有光 所以讓我們地享受教訓 我們在這裡 祝我們今天今天要獻祝 祝我們今天晚的禪修辦 謝謝大家出席我們今天晚的禪修辦 那表示呢 我们的这个开示已经结束了 但有些人不了解 我们就多讲一点点吧 所以刚才我喊的时候 师傅喊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点体验 那其实我本身也有个体验 我可以把这个体验告诉大家 不过你本身已经体验到了 你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个生日蛋糕形容给小朋友听 小孩子呢 对这个蛋糕的形容词呢 并不大感兴趣喔 所以那个呢 比所有的形容词更好 那我在美国读书的地方呢 它有个哈佛大学 那上面大家都有听过这个哈佛大学喔 那时候是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有很多思维 很多的想法 那有位博士呢 他有一天觉得心里不大舒服 所以他去找病医生 那这个病医生呢 你的心脏不大好 所以你应该开始运动了 那这个佛寺呢 一整天都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 所以他不懂了如何开始去运动 他就问了医生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他说根据你现在的年龄呢 跟现在的身体的状况呢 那游泳对你一定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它会让你的心脏变得更强 那你可以减轻你的重量 所以它是很融合的一种运动 它会伤到你的膝盖 也会伤到你的背 那这个博士觉得 哦 那很有道理 那于是他就离开了 可是这个博士不懂得怎么游泳 可是这个博士不懂得怎么游泳 他一次呢 就跑到哈佛大学的辅助馆呢 拿了一本书 那书呢 是想要如何去学习这个游泳的 他就看了这本书 他读得很快 因为他很聪明 他就觉得 这本书太基本了 太简单了 他说我要找更深奥的书来读 那于是呢 他就找哈佛大学里的游泳教练呢 那那个游泳教练呢 就为他推荐了另外一本更高级的游泳的书籍 那于是这个博士呢 就读了那本书 所以他完全理解呢 了解呢 这本书所讲的游泳的所有的方式跟技巧 那这个游泳教练呢 在告诉这个教练呢 这个博士呢 说 我们也有很多有关游泳的这个 录影片 你可以去看它 那于是呢 教练呢 就把这个游泳的这个影片呢 全部都看了一遍 那最后呢 这个博士呢 懂了有关游泳的这个知识呢 就是呢 超越了这个哈佛大学的游泳的这个教练 那于是呢 这个游泳教练呢 就邀请了这个博士呢 去为他的这个游泳队呢 进行讲解那有关游泳的技巧 那这个博士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讲师 那这个游泳队呢 就学习到了很多这个游泳的这个新的技巧跟方式 那这个博士呢 本身呢 也是一个很有开导性的一位老师 那你如果是 曾经是一个教练的话 你知道 要激励你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那有一天呢 这位博士呢 就沿着这个哈佛大学旁边的一条河边呢 走着 那因为他 当时呢 下过雨呢 已经下着雨呢 所以他的河边呢 就比较滑 那这位博士一不流星呢 滑了一下 就跌到河里面去了 那他就逆断了 那他就逆断了 所以这就是人类 所以我们了解 了解很多的东西 最后你得到了什么 那佛陀呢 那佛陀呢 离家出走的时候呢 他没有搬去图书馆里面 那佛陀呢 曾经找过很多不同的这个老师 就是 或最终他知道呢 最终呢 他要往自己的内心里面去观照 那最终呢 佛陀就坐在这个菩提书下 然后他有了一些体悟 那你可以去读有关这个佛陀的这个体悟 那有很多 可能有千多本这个有关佛陀的这个经验的这个书籍 你可以拿去读 那最重要的是 真正的自己去读 那真正的所有的禅修呢 都是 读的课程当中 教的呢 只是一种技巧 让你可以振入到那个 真正有些领悟 所以我们所教的 只是一个技巧的方法而已 那其实呢 世界上所有的书籍呢 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所大家所领悟的一些东西 那因此呢 我们做这个禅修呢 很多人呢 只是不断去找 去阅读 有关禅修的书籍 可是 他自己不做下来禅修 那因此 佛陀所用的呢 是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那只是 吸气跟呼气 导致 把你的心呢 关注在你的呼吸上面 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那我们禅修所教导的这个方式呢 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其实呢 有个人呢 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呢 告诉你这个禅修的这个技巧 那可是呢 你必须去做 所以呢 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呢 什么都不要 那只有所有的人类呢 都要一些东西 那我们说呢 在禅修 我们说呢 我们呢 都很希望有好的处境 可是没有人呢 可以永久的保有这个良好的处境 所以每个人类呢 都希望都有好的处境 那你希望呢 有好的房子呢 有好的老婆呢 好的老公呢 好的孩子呢 等等 都是好的东西 即使你拥有它 你会发现 你无法长期的拥有它 那可能一阵子过后呢 这些好的事物呢 就消失了 然后我们就受苦了 然后我们就受苦了 所以佛教了我们呢 我们的这个痛苦呢 来自我们的内心 我们内心呢 不断地要求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想从长修当中呢 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个很大的错误了 所以有些人呢 希望得到呢 保有呢 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心情 一个心灵 可能他们希望他们的心呢 可以集中在一个点 有集中力 或者呢 他们希望他们的心呢 很平和 或者他们就想得到一些东西 那长修呢 跟佛法呢 其实不是叫我们去得到一些东西 就是只是回归到我们已经有的 那佛法一正路的时候 他就说 奇哉奇哉 诶 我们所有的大地众生 都已经本来拥有祂了 所以每个人呢 每个众生呢 都有这个佛心 可是呢 因为我们不了解呢 所以我们是痛苦了 那我们不断呢 不断呢 在找学能 寻找呢 所以非常基本呢 长修呢 最重要呢 就是不要 要任何东西 不要任何东西 那只是跟着那个技巧呢 去练习 当你只是去做呢 你就得到它了 当我喊的时候呢 那每个人都得到了 如果你想得到呢 你一定得到了 如果你不要它 你也得到了 如果你没有去练习呢 你也得了 如果你没有去练习呢 你也得到了 如果你读那本书呢 你也得到了 如果你读那本书呢 你也得到了 如果你没有读任何书籍呢 你也得到了 那其实呢,刚才师父喊的那一声呢,就是禅修了 当我喊的时候呢,我的心呢,师父的心跟八甲心呢,都同样合一 只是哪一样的东西 那他基础呢,不依靠看我们要的是不同的东西 不是很特别 那也无法解释 也不需要任何的解释 他只是如此 那就是我们原本的弗性 所以他已经显现了 那就是给大家体验说,不要任何东西 那自然呢,他就显现了 那你从禅修所得到呢,并不是因为你所做的,而是他很自然的显现的 当我喊的时候呢,师父喊的时候呢,大家很自然的就得到你 非常兴趣 那就是不要任何东西 因为你知道,即使你得到你要的东西呢,不久之后,他又会消失了 那不是佛陀的教导 那不是佛陀的教导 那第二点呢,常修呢,重要的要诀在哪里 那常修呢,在人类呢,很久以前,在佛陀之前呢,就很多人进行这个常修 那不同的技巧和方式呢,都指向一样东西 那我们的学院呢,讲的就是当想 那所有这个技巧方式呢,就是让大家体验当想 那当师父喊的时候,大家都得到呢,大家都得到那一刻的方向 大家也得到同样的同心 异心 但也得到无心 也得到大心 那也得到佛陀 那也得到阿哈的开悟 那大家这个所谓的东西呢,都指向同样的当想 那所有我们禅秀的技巧呢,都是指向这个体验,这个当下的体验 那这不依靠大家的思维跟想法 那这不依靠大家的思维跟想法 那这就让大家放向自己的思维跟想法 那这就让大家放向自己的思维跟想法 让大家自己体验自己原本的面目 那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可是因为我们呢,都希望得到一些东西 即使我们体验了,我们也不相信自己已经体验了 那大家在做这个常修的学习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体验到,你做的时候呢,你的思维会反反复复的升起跟降下 那这个思维呢,会把你拉走 那你就回到去年,或许去到上个星期 那你去到克拉马头的一间餐馆 那你去到中国 你去问节路购物了 那在半个小时的这个常修呢 你可以环游整个世界 而且还可以超越时空,回到过去,现在或未来 那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跟这个思维呢,战斗跟打仗 那我们的脑袋里面呢,常常都有 他们有思维呢,在打仗 我们有把生意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做这个,另外把生意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另外一样东西 所以我不该做这个东西,可能我不太好 那我做了这样东西呢,那我真的是很棒 那我已经老了,为什么我不再年轻呢 那我不要再吃白米饭呢,因为它让我变得很肥胖 那我心的思维里面呢,常常就有这个战斗在发生 那我的经济教练告诉我,不要再吃这个黄豆 所以现在我心里面呢,我看到了这个黄豆做的东西呢,我就会想 诶,我不可以吃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心呢,开始有点打仗了 那我们的心呢,我们的脑袋呢,的工作呢,就是思维 其实这个思维呢,没有好,也没有坏 那我们进行禅修呢,不是要去掉我们的这个思维 那如果我们常修的工作呢,就是要去掉我们的思维的话呢 那你如果即使是真正成功,你把所有的思维都去掉了 你就无法回家 你就无法回家 你会不懂的,你的家到底在哪里 所以这不是常修的工作 所以这不是常修的工作 那常修的真正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呢,可以放下我们的这个思维 所以呢,大家呢,不会被我们的思维呢,所控制 那我们很多人呢,都受到自己的这个贪欲所控制呢 不然就是被我们的称心所控制 那我是从美国来到这边呢,我来到新加坡呢,我也撑搭这个地铁 那就可以看到一些回教的这些女生呢,就上这个地铁,她们要去上课 那一直呢,反正呢,似乎就有一些感觉了,因为她是从美国来的 那不 matter what side of an issue you're on, when you see the other side, you don't like it 所以,就是你从另一边来,你可以看到你对方的另一边呢,你都会感觉都有一点,就是比较有冲突的这个感觉 不 matter,也是自然的 那问题呢,就是你执着它吗 那我们静静残修呢,为了就是不要执着我们的思维 那呢,那这样呢,你就可以善用你的思维 那你的思维呢,就不会控制住你 那你的思维本身呢,没有好并没有坏 那问题出在呢,我们很执着我们的这个思维 那我们呈现了技巧呢,只是让我们呢,如何放下我们的这个思维 那我们的思维呢,就会变成了清明 那我们就称它为清明心的思维 所以每时每刻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按这个清除键 那我们的心呢,就会变成了清明 那我们所看的,听的,闻的,说的,那都变得清楚了 那常呢,就是告诉我们呢,要找到我们的清明的心 那用我们这个清明心呢,来帮助这个世界 所以呢,是第三样,所以我们有不要任何东西 第二呢,保持当下的心 第二呢,保持当下的心 那第三呢,用这个清明的心呢,来帮助这个世界 那你的修行呢,就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 因为你用它,来帮助我们的世界 那这个就是,它的相反呢,就是我们想得到一些东西 为了自己呢,想得到一些东西的相反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呢,我们所做呢,不是要为自己 因为想得到一些东西,那我们做这个修行呢,是为了想帮助这个世界 那要如何分辨呢,有些人讲修行中想得到一些东西呢,那有些人从修行中呢,不想得到任何东西 那只是去做 所以你只是去做呢,你就会得到 你如果不做的话呢,你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你只是去做呢,你就会得到 那我们所最重要的这个佛法开示最重要的部分呢 发生在半个钟头前 那就是只是去做的部分 那刚才的半个钟头呢,只是去说的那一个部分 那没有好跟坏,那最终不要自作师父所说的 那最终呢,只是去做 那你就可以把证捂自己的这个真性 那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世界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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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个问题 那您可以请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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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chindi is family bride or that master they want to come down so pass 有任何问题吗 如何能帮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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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能帮助我们自己 我们修行就是要帮助世界的所有的人 我们修行就是要帮助世界的所有的人 那我本身呢 也是其中一份子 所以我們修行的時候呢 就是幫助我們自己 也幫助我們周圍的人 那是很自然的 很好的關係 所以只要放下我們自己的執著的思維 我們就可以正確地幫助我們周圍的人 不需要否認自己 好 OK 又是難的 但是剛才說 遇到立主教 主要是他 那時候沒有感覺到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這種感覺 當幻沒有體驗 他是不是有那種 還沒有形容愛人的症犀 謝謝 所以他問是 當你看這位紳士們 如果你不給予人的愛人 你不給予人的愛人 你會不給予人的愛人 你會不給予人的愛人 然後你不會給予人的愛人 mé favourite et y freedom fate no happiness, no sadness 突然 apologize 阿神 所以 和念念 crk cooked 新的 commit 自由 Oh, I gave rise to that thought, or I didn't give rise to that thought, and that thought went away, or that thought appeared, All of that is thinking, just don't attach to it, then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那就是你不要去擔心,我起了这个念,那个念消失了, 那你不要去想它,放下它,就是不要起任何的思维。 When the Zen teaching talks about don't give rise to thinking, it means don't give rise to attachment thinking, 那…